大家好,我是Hugo 可能对于一些新手的玩家 可能买了电视机回去之后 才知道原来声效未必可以满足自己 最简单的方案当然是用一支Soundbar去帮忙 说今天这支实试的Soundbar JBL的SIMMA SB510 它的新价只不过是1200加 兼且还要内置这个Subwoofer 这支超低的单元 在摆位方面是更加容易 不知道实际表现如何 今天和大家试试它 进正题前提提大家的留言和分享这段影片 在眼前这支是JBL的SIMMA SB510的Soundbar 它用了一体化的设计 来自3.1的阳声系统 在面罩的部分 其实它左、中、右分别有Racetrack的喇叭单元 特别是它用了中置部份 独立了出来就方便让SIMMA SB510更加清晰 其次就看一看底部 底部这部份就是它的下向式的低音 变成一体化已经齐了3.1声度的扬声系统了 在顶部份这里有一个JBL的Logo 按键方面它有开关、大小声和input的选择 在截拨方面它有一个8字透透电源插位 一个HDMI ARC 还有一个Optical input 还有一个Surface用的USB的Pod 在机背的两端还有一个Warmarm的位置 配件方面它有一堆说明书 一支摇动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HDMI线 而且还有一堆Warmarm配件 在实试之前我们一起看看它的重点规格 JBL CINEMA SB510是一支3.1声度家庭影院Soundbar 它来自了HDMI声音回书功能 还有光纤音效输入 总输出可以达到200W 它来自了3个45mm x 80mm的Racetrack单元 还有一个70mm x 88mm的超低音单元 无线接播方面它还支援蓝牙5.3版本 JBL CINEMA SB510的Soundbar 官方定价是$1299 刚才我经这个HDMI ARC 就将后面这部Sony A5K的声音讯号 回输到这支Soundbar 试片方面其实找到了两段 一段就是Netflix上的《重案梦幻组》第四集 另一段就是说在Disney Plus上的Inside 第二集 我也想试一试一体化的Soundbar 电影感是如何 这支Soundbar也挺标榜 在人声对白方面 因为它特设了一个中指单元 专用对白 我发现刚才看《重案梦幻组》 韦智麦夫和南佩各一段 对白的对手器 其实那种对白的质感 其实也挺完整的 其次因为它有一个效应式的低音 变成它最低的那一层 可以去到55Hz 变成我觉得看电影 或者应付电视剧来说 其实都是绝绝有余的 另外我想知Soundbar 在应付大动态方面方面的变 所以我就在Bad Boy上找来 在运输机那场大型的动作戏 我发现其实我开了Movie Mode之后 动态量感方面的表现 其实也挺有电影感的 最终都是它没有一个 Separate 一个独立的超低音辅佐 变成其实那个量感 就是那个能量感 那个洶涌感 未必去到你真的可以 副馆可能有感觉那种的地步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 耳系临场感或者是前场那种 圆满感来说其实它也有交代 另外我再找到Inside Out 2 头脑风暴那一场戏 因为那一场戏也是一个很大型 而且那个量感相对来说 会比较会肤一点的一个部分 发现有些细微四眼的部分 在这支300来说出得挺不错的 有些效果 比如说是玻璃灯泡 然后飞去主角 主角要找一些硬物去敲水它那一刻 我记得是这个稀疏感来说 耳系的声音来说 不一定会是它的转长 但是我就觉得是那些小光 敲水地ように碎开的那种效果 你听到那种清脆感 或者那种质感 其实它都交给你 我觉得以这种新价的Soundbar 这种Size的Soundbar 它都可以加到这种效果来说 我觉得算是一个Surprise 看起来方面 我跟手试试它不同Mode的表现 它有几个Mode可以选择 包括它的Voice Mode、Music、Movie 然后最后还可以独立调教Bass 即是低音量感的度数 我发现其实几个Mode 你可以看到音场的窄阔 其实它的变化很明显 如果是Voice 你会觉得它是比较贴近于两声道那种玩法 我觉得比较适合 比如看电视节目 或者可能新闻节目 我建议可以开Voice 让人声比较突出 背景或者亮感就不会那么杂乱 其次就是Music Music就是一个可能会开阳一点的声场 如果你有些音乐感强一点的电影来说 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转头会和大家试 其次就是Movie Movie我觉得是亮感 或者是扩散感 相来来说是最高的Mode 我觉得如果是大场面的话 你可能觉得动态不够厉害的 我建议可以按Movie Mode 去试试看表现是如何的 最后就是说这个Bass 即是低音的调节 这个Bass其实有五个level的选择 其实你按下去之后 它的Panel其实会显示的 你会看到两下闪灯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当下的Bass 正正就是Level 2 如果我再按多一下 你会看到是闪三下的 换句话说就是Level 3的Bass 另外它每个Mode 你按下去都会用不同颜色的灯 去显示当前的Mode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看状态的因应 你自己的喜好选择 刚才我试完这支Soundbar 在音乐类型的节目方面的表演 我再在DC Plus 上面 找了大娱乐家去试试 试试Jane Lin那段表演是如何 其次我还在Title上面 找来一首歌就是说 永久选位 就是陈磊和MC的一首歌 试试试试试 男女声方面的表演是如何的 首先讲一讲大娱乐家 因为前次我觉得JB的Soundbar 可能会是电影声底 可能电影感会比较浓一点的声底 播歌可能会是粗声 但出来这支Soundbar 给我的感觉是人声的处理 或者是Range 即高中低三频的平衡度 都算是挺高的 特别是我刚才也有 比较不同模式的表演 我发现如果你用了音乐模式 你会看到音场 明显是会被Voice 或者叫Devoit的设定来说 会广阔了之外 它那个低音 明显就不会像Movie Mode那样洶涌 我建议大家听歌 或者甚至有些比较爆棚 像刚才Janine那一段 那种音乐类型的电影来说 我觉得你用Movie Mode 会有一个比较均整的三频的表演 音乐感也算挺不错的 其次就是听歌 我发现这支300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中置单元 变成人声 无论是应父 男女声也好 觉得那个还原度 和那个优势度来说 算是挺高的 特别是以这个新格来说 和一些南芽喇叭去做一个比较 但我发现 因为始终你的喇叭 那个range 始终有三个单元去做一个扩散 变成空间感 或者立体感来说 以这支Soundbar的新格来说 表现都算挺不错 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想另外 再用budget去买一支 南芽喇叭去听歌 我觉得这支Soundbar 除了看电影之外 其实听歌 觉得声底 都是可适用的 它始终是一支千多元的Soundbar 如果你真的用到最大的声量去听歌 如果应付一个 可能是五到六尺的皇帝 或者一个距离来说 它其实都可以应付到 但如果你去玩到 说的是九尺十尺的距离的话 我觉得这Soundbar 始终都是受这个新价和这个规格所限 始终都是会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但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说 我觉得都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同系列 它还有一个附带了 独立的超低音计型号 就是这个SB550 接下来不如试一试 和这个510去比较 看看两支三支的分别在哪里 測試方面 我找到刚才在Netflix上的 那套Backboard第四集 试一试的效果 比对两支Soundbar 在声音方面的分别 我发现两支Soundbar 在调音方面 性格取向都很相似 特别是在电影感的呈现 人声中置 特别是在对白的喉弟声方面 其实那个表现都是类的 但如果你说的稳定度来说 我觉得始终都是一个SB550 一个由一个独立的超低音喇叭 去绑住 如果见到那种中低音 或者那种下潜力 明显那种亮感的表达 都会更加稳定 始终如果视乎观看尺寸 可能是5至6尺 一个窩居底下 觉得中二是简洁为主 最主要应付 都可能是看剧 或者看新闻 希望人声对白清晰一点 我觉得这个SB510 绝对是恰当的 因为又不用特意 顾个摆位 或者摆十五法 那样东西 其实也是简单可食用 至于你说 如果看电影比较多些 黄帝位可能会拉喉一点 说的是八尺九尺 或者是播放空间稍大 也可能你家里 习惯了 不单只招呼你一个人 可能是整个家人一起看 可能是四个人一起看过 我觉得始终都是 可能买入手 这个叫做SB550 这个有Subwoofer的型号 始终有声音的稳定性 例如说一个大声压的一个情景下 始终有一个Subwoofer 绑着整件事 明显会稳定很多 两个系列 我觉得有一个位置 可能我也会提提 始终觉得那个Display 可能设计会简洁了一点 因为它是透过一个指示灯 例如说 譬如我教Base 它五个level都好 我按一下它就闪一下 按两下它就闪两格 去显示当前播放的状态 这部份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说 真的刚刚新手去接触 这支Soundbar来说 觉得那个清晰度 始终都是可以 如果可以再改善一点 例如可能转回 走马灯那类型的玩法来说 我觉得感觉上 会比较user-friendly 但是 始终它的身价 维持一千头 以一个新手的入门来说 算是挺不错的 一个门栏之选 今天的评测 其实都大致上 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影片 请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在最尾按钟 即更新一时间 下一段评测片见 有兴趣评测的朋友 就可以预约到JBL代理 Thinking Group的Showroom 或者其他零售点评测 评测评测 评测评测评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